地震灾情的影响造成东半部多处的铁轨轨道中断 经过台铁局积极抢修之后 目前台东站到复里站花莲站到凤林站是回复行驶 这段期间为了方便民众搭乘需求 交通部公路总局远5月1号之力 加开类火车接驳缩短两个路段距离 918地震发生后多处道路回损 玉里地区的交通更加不便 唯一的东部运输现在由类火车负折接驳输运 玉里分局为了确保尖峰时段保持交通顺畅 以求人车不阻散 特别规划警务 针对玉里火车站前以及复里火车站加强周边疏导 并且也协助旅客上下车接驳询问 由于受到地震影响 交通部公路总局启用类火车来疏运每天通勤 假期出游的人车潮 提醒民众如果有需要更详细的类火车乘车资讯 可以向台湾的铁路官网最新消息来查询 也呼吁民众出门应该要依照道路交通的标志 标线耗置以及远景的指挥行驶 并且互相离让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 让道路环境更加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运力阵采访报道